好那張生文這個遺體被發現以後 消息傳到劉振宏的手裡 耳裡這個很多人就問他 後來他還跑去上鄉 那也就發生了韋庭丟鞋子的事件 來我們來看一看 一隻天外飛來的球鞋就這樣不偏不倚 打在苗栗縣長劉振宏的頭上 這一丟可不得了 把劉振宏set好的髮型全給打亂了 再看一次從45度角飛來的鞋子 就這樣K在劉振宏的頭上 讓他的火氣全跑上來 摸著頭左顧右盼 就是想看看究竟是何方人物這麼大膽 讓劉振宏的臉全都垮了下來 這一幕你看過就忘不了 這鞋他丟的 曾到劉振宏家泼妻的清大學生陳薇婷 在臉書招了 警察就拉45度 警察在看後面的時候手放不掉 那我們就丟了 太氣了所以丟鞋 但這行為不對 網友卻都沒罵他 反倒一個接著一個按讚 還說這雙鞋是護國神鞋 一定要無存處理當國寶 護國神鞋 這雙鞋子多少買 兩千多塊吧 對啊 就這樣兩千多塊 窮學生就這樣兩千多塊沒了 對啊 一年多錢買的 對啊 那你為什麼要丟劉振宏 為什麼沒了 那鞋子後來就被沒收了 沒有 他壞掉了 對啊 因為他就在警察那個推 因為他 因為他當天就是劉振宏來嘛 劉振宏來那當然就很意外 對 就很突發的事情這樣子 因為我們聽過霸王硬上弓 還真的沒看過霸王硬上弓 家屬其實是有反應說 不要劉振宏來 你要有些拉鐵門喔 拒絕他來喔 就是說今天張森文會死 其實劉振宏要負非常大的責任 結果劉振宏非去不可 而且剛剛維廷已經講過了 警察去他為人強勢 是不許家屬帶律師進去 也就是說今天那是張家 結果警察圍起來 不讓張家的親戚朋友律師進去 結果後來當劉振宏來的時候 這些警察變成要幫助劉振宏 強行進入張家 強行進入民宅的幫凶 你看我們警察的角色 扭曲到什麼程度 這霸王硬上香 你說說實在的人都死啊 你說要這樣去 所以為什麼今天這個陳惠廷丟鞋子 反而說實在在過去 是會被媒體修理的 但是你看這一次 對 他變成英雄 對 大家對那個鞋子 絕對丟得好 是因為說是劉振宏 真的自己做出來的 他已經想要做明什麼 我要來聯票喔 是不需要還聯票喔 你如果要這樣操作就很不意思了 這個就是一個政治動作 中華民國的法律沒有規定 一個縣市首長可以強制上香吧 我的靈堂不讓你上來 那是我家的自由啊 而且竟然還用警察開刀 警察是縣市首長的個人私人保鏢嗎 不是吧 對不對 你自己上香是個人的行為 然後人家已經拒絕 商家拒絕了你還這樣做 好吧 只有即便你聽到訊息以後 要來上香 請問他穿什麼顏色的衣服 什麼顏色的衣服 暗紅色 什麼顏色的衣服 我們去上香去商家的時候 都會換什麼衣服 暗色的 至少是比較中性的吧 有沒有人穿紅色的衣服去上香的 紅色衣服是要用在什麼時候 用在人家喜事的時候嘛 人辦中書喜事嗎 連這種最基本的一個誠意都沒有 你還要用那種強制的手段 所以為什麼今天丟鞋 有人說丟鞋不對 對啊 丟鞋是不對啊 可為什麼丟了鞋臉以後呢 所有人幾乎一滅倒了所有網友 大家都說丟得好啊 一口怨氣丟鞋外覺得太清了 我剛剛沒有注意到衣服耶 真的也紅耶 這就是我問的就是說 他去黏香是要說什麼 對 他黏香就說什麼 黏香其實不要說什麼 他就要跟我說 我就去了 你知道嗎 因為人家一定會結合嘛 因為你劉正宏要強拆大鞋 死了兩條人命嘛 我真的非常的希望 不要再有第三個人命的悲劇發生 你知道嗎 那所以劉正宏怕人家罵 所以呢 既然這樣子 我下去了 阿棋 你不要讓我去送香罵 你給我騎鞋子 後就歪去 剛好有個下台階下 它是一個政治動作 不是一個地方父母觀的悲天悯人的動作 魏廷你為什麼去丟這個鞋子 就像跟大家講的 然後當天反正就警察開到嘛 就把所有人壓在旁邊這樣子 就是他壓我所有鞋子被踩壞了 然後鞋子踩壞就掉到地上了 然後我就撿鞋子 撿鞋子的時候看到說 因為劉正宏就在那個地方 鐵門拉下來了 然後媒體就是在開始訪問他嘛 然後就看到他就很氣這樣子 我就想說 你今天霸王硬上香 今天你事實上就是來 在消費商家做一場政治秀這樣子 然後我也覺得說 就忍不住啦 就丟過去 其實現場大家說丟很準 其實我也沒瞄準啦 就超人群這樣 中間大概隔了三四個人 那個鞋子是自動導航啊 看到劉主統 所以張家大家就講說 那可能是爸爸張生文大哥幫忙 手抓住 那你這幾天都在張家嘛 就我們農村陣線 然後馬上秒一千聯盟的大家 就是在那邊輪班 因為當家的那個鄰居 就商家自己家人 其實家人不多啦 然後一般商事可能 鄰居大家會來幫忙嘛 然後可是很多 包括我老師啊 大家去看 就覺得說這個商家的那個氣氛 不像一般的那個商家 就是說 鄰居也不大趕到那個地方去 為什麼 包括說那個花籃 你送花籃去 你發現大家不敢署名 因為那個倫理壓力其實非常的大 雖然說長遠鄰居會對我們蠻友善的啦 他們會主動來借椅子啊 借椅子需要什麼 可是就是你不敢在那邊停留太久 為什麼 因為長久以來就是 包括說今天像《易週刊》 或《蘋果日報》這兩天都有去報導 講到說 就其實地方上很多 就跟劉仲宏一起 劉仲宏調啊咖 劉仲宏會跟劉仲宏這次 剛才一起開記者會 來挺劉仲宏這些人 他們事實上背後 都有一些包括有黑道的背景啊 不管是地方上長期的地方的政治的人物這樣 所以 梨長 張曉房那邊 包括梨長鄭文靜 包括竹南政長政代會主席林素文 那長期以來張家其實就是受到 很多的這種林裡之間的這種恐嚇 所以當然一般的旁邊鄰居市長 就也不敢介入啦 所以就是說沒有人力 所以我們就是去那邊大家幫忙 大概二十幾個學生大家輪班 就雖然現在上班上課 大家就是想辦法去那邊 就是走林堂這樣 一方面也是說當劉仲宏在來的時候 那我們可能要幫忙就是要 因為他可能進來就直接進來嘛 但我們不需要讓商家再受這樣的侮辱 想怎麼他們的板松 所以說你開什麼嵌導單 因為那個路面嘛 他們當時是設在張曜房被拆掉的原址 其實大家以為說那八坪都拆掉 其實沒有錯房子是拆掉 可是張曜房他們還有那塊地的一坪多的所有權 那個是沒有徵收的 所以那個一坪多是張曜房的私人土地 他們就設在那邊 那因為你設在那邊會有很多人要去祭拜幹什麼 難免 難免一定會超過嘛 結果當天就有人在臉書上面貼一張照片給我 那就是拍那張勸導單 那我看到那個我就覺得很離譜 就是說他這個妨礙交通影響環境 我想說可以沒有人性到這種地步 依照法律的規定要申請 你要搭鄰堂在道路上要申請 但是如果今天是在台北市車水馬龍對不對 交通非常的繁忙 那麼我們還可以理解一點 但今天這件事情上面擺明了就是有人故意 擺明了就是有人故意 看不得張家仁連臨堂都不願意 然後故意 我也不知道是誰去檢舉 然後檢舉以後派出所就來開了勸導單 但你知道這些的動作都會讓人家聯想到什麼 連死了都要追殺到底 你知道嗎 人家那種感覺就是我們對弱勢的人 沒有一點悲鳴之心 對 我跟你講 我到台北的時候我住在綜合 不然自己成家理業的時候我住在邦局 現在邦局去神殿 你們知道這三個地方其實都很多行 對 人口都很擁擠 經常人會搖那個什麼 行或是搖起來 人家在綁鬆書 搭奉搭一個帳篷 整個路可能都封起來 我們去到那裡說 啊 搭車 啊 人頭前在綁鬆書 我們要怎麼辦 就閃過啊 繞到別的路 人家在綁鬆書 對 人家在綁鬆書嘛 都會遇到啦 就像搭一小時半小時 就算啦 我們也就要算了 為什麼人家悲傷的有夠了吧 沒錯 所以我們在綁鬆是白條路走嘛 不好意思 他連那種事情都要開嵌導彈 這是什麼心態啊 苗栗縣的警方 如果這麼有效率的話 林毅芳那個咖啡店的玻璃 砸了兩次啊 苗栗縣警方是死了嗎 通案了沒有 我跟大家講啦 張藥局的對面 隔公益路就叫做大同派出所 所以其實他在搭鄰堂的那一剎那 第一秒鐘開始 大同派出所站在門口就看得到了 他就隔一個公益路而已 不需要檢舉 而且我 而且那路那麼大條 對 我跟大家講 這個事情就算發生在台北市 就算有人檢舉 警察也不會開單子 警察大概管區大概就是來看一下說 你不要你扭一條路 讓你贏一下 大概就OK了 那個開勸導單 我覺得那是非常非常的惡意 所以我剛剛為什麼講說 你一個政府 為什麼可以沒有人性到這種地步 你家中拆掉了 人啊死了 人現在要扮後輸 設一個臨堂 你都要去這樣找人家麻煩 所以可見問一下潘醫師 待會可以回來 就是說他生前到底承受多大的壓力 來 先休息 金黃東